到底要吃什么才能够帮助改善便秘和消化不良呢 营养师就给你五大法宝 让你的肠道正常不再卡卡 第一个 吃对水果 以下呢这四种水果 不止有膳食纤维 可以让肠道好菌有很重要的能量来源 它还有酵素或是果胶的成分 可以促进肠道蠕动 保持肠道健康哦 而且真的听过太多人说很有效了 到底是哪四样呢 就是奇异果 火龙果 木瓜和苹果 而且特别提醒 苹果尽量连皮吃 才能把位于果皮和果肉交界处的果胶也一起吃掉哦 第二个 好油取代坏油 以前很多人会为了要减肥啊 天天吃水煮餐 或是吃菜都要先过水去油 拜托真的不要 尝试这样吃 因为身体肠道也会需要油脂的润滑 所以该少吃的应该是 油炸食物 动物中的饱和脂肪 和加工食品当中的反式脂肪 而像植物油啊 鱼油等好油 还是身体很必要的营养 第三个 益生菌 肠道好菌是维持肠道健康的重要关键 可以从无糖优格 优酪乳或是口服的益生菌来补充 但要提醒大家 益生菌要长期的补充 那才能慢慢的改善肠道菌相 如果你一吃完 马上见效方 要注意成分里面 是不是有额外添加倾泻剂 这样子就不适合长期补充哦 第四个 大量的水分 多喝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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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太重要了 如果你不是一个爱喝水的人 你可以想不同的方法 让自己记得喝水 那像是你可以买个两公升大的水壶 规定自己一天以内必须要喝完 或是你可以设定时间 定时提醒自己补水 或是你用吸管式的水壶 让自己可以没事就吸个几口 因为呢 肠道的粪便需要足够的水分 才能保持柔软 尤其是如果你刚刚吃了大量的纤维 却没有补充足够的水分 就会让那些纤维卡在肠道 让便秘更严重哦 那第五个 也就是最后一个 最重要的就是运动啦 现代人呢 大部分都是久坐不动 那导致你的肠胃消化功能也会变差 所以规律运动很重要 或者你至少上班每一两个小时 就起来动一动也是很好的 我用这个文章的课程 你这个文章的课程 我就能保持某种不同的课程 我用这个文章的课程 你这些文章的课程 你这些文章的课程 我认识 因为这种文章的课程 因为我认识 是比课程 未经许 我认识 他们ada的课程 因为这种文章的课程 素片 消化不良 อาหารไม่ยอй 益生菌 Probiotic